趁周末代二宝来室内乐远 放电放电 台北市长讲完时隔一个月 再度来基隆 合体市长谢国良 呼吁所有的市民朋友 在10月13号 踊跃的出来 对于罢免投下不同意票 从扫街到市政交流 只要有同台机会都不放过 党内大咖接连相挺 似乎有成效 先前国民党内参民调 显示顾良支持度和拆良 拉开差距 那10月12选前之夜 立法院长韩国瑜是否会出席 考量到韩院长本身 他是立法院长 而且那一阵都在办国庆晚会 所以我们暂时不敢打扰他 韩国瑜来不来 恐怕还有变数 不过工党大咖集结顾良 试图把罢免上升到蓝绿对决 而看看同一时间 我们的支持者以及我们的志工里面 其实也有过去都是投国民党的民众 所以我相信像升到蓝绿对决这件事情 反而是会让一般的市民觉得 国民党现在是搞不清楚状况 然后没有倾听市民的民意 拆良团体深入基层 催票没有大咖站台 不要紧 他们祭出催票新招 把脑筋动到外送员身上 在外送机车装上霸梁登箱 10月13投票倒数 拆良固梁 持续过招 TVBS上陈佑祥 陈云婷 金刚才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